行政院东服中心办公室第一次举办了画展 这是由执行长洪宗凯邀请了华东地区知名的艺术家邱尚伟来举办的画展 主题叫做《蕴藏鱼石》 有数十服务邱尚伟所画的华东海岸风景的水彩作品 色彩是相当的鲜艳 让人看了心情就十分的开朗舒畅 行政院东服中心第一次举办画展 这是执行长洪宗凯的发想 希望借由艺术作品展览让前来洽工的民众 有更舒适优雅的视觉感受 东服中心首次有画展的展出 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新任执行长洪执行长 他认为虽然是服务中心 但是要多一点艺文气息 一方面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艺文界的先进来做个交流 那也欢迎一些来陈寻或是要求服务的民众 来多一点机会来参观这邱老师的作品 邱尚伟的水彩画作色彩鲜艳 主题多为花东海岸风光 有蓝天 大海 绿山 还有可爱的石头 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画的内容有一些是想象的 那有一些是生活在台东的一些花莲的景色这样子 所以这是主题大概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台东的风情 那花东的风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最近来这几年来 对画石头的一个感动然后去画 那我画石头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倾向说画比较内在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你看我们在海边看到石头 那石头可能本身它如果经过琢磨之后 也许它的一个原来大自然赋予它的一个纹路 纹理或是说色彩就会表达出来 那么其实我是一方面也是在影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其实人跟石头的一个 这个我们生活的上面的一个隐喻 行政院东福中心表示 未来会再邀请更多花东地区的艺术家前来策展 让大家有机会欣赏到在地优质的艺术创作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